陳會長他的思想 我有感觸 我是基督徒 但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有這個講 我外祖物是牧師 從小就在基督教的環境裡長大 各位想看看耶穌如果沒有他的門徒 尤其保羅 在地中海那邊跑來跑去 是不是很多地方跑來跑去 像彼得人家定他十字架 他說我不要正面的定 要倒過來定 我不配跟耶穌一樣的死掉 你看孔子還有三千個學生 七字寫 佛陀傳教那麼多年 好多的學生 包括默默的 他們如果沒有好的學生 我倒很懷疑啊 他們的想法能夠真正的流傳下來嗎 何代夫 這個何社長 我想他是陳會長這個好學生 我們就聽您對他的這個介紹 我刚听到高大夫提到 高血压 我自己有高血压 可是现在没有吃药 我的血压是八十一百二十几 为什么呢 你自己懂得不要吃什么东西 所以懂得呼吸怎么呼吸 懂得自己看看 肌肉有没有紧张 有没有在睡的状况 我可以不吃药 可以降下来 以前我爸爸我跟他量血压 那我跟他量的时候 我发现他超过一百六十几 超过一点点 我跟他就跟他说 你的高血压是一百五十六 低血压那部分 就七八十出头 他就说我这样并没有高血压 不要太迷信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的话让你紧张 你高血压一百六十一 跟高血压 我讲的 Sistro-precious跟Dartro-precious 差一点点 你对一个外行的人一讲他就紧张 这数字不要让自己迷失 什么血压多少 这个高血压 多少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么大家很紧张 高巴佑刚刚刚讲过 有细胞喜欢血压 cycle 有多少个precious 在rest it 在prepare 在repair 是不是 那我们的话如果不了解 经常会误会 身体里头的血压 defense mechanism 怎么样去跟外面的 material对抗 这些到多次的话 身体本来有的东西 把那身体的有的东西把它去掉 这很可能是我们患了很多的错误 我想的话我们大家 这个共同的考虑 重点就是这样 要了解西方的医学 西方做的研究 也是要了解生命的自然的现象 当大夫写的书 我还是没有看 刚刚老大 前几天我参加一个会议 人家问我过年干什么东西 我过年的时候 我还在读基因血 我在读人类的DNA 的构造是怎么样 人的 chromosal 展色体 在两边两端 的telmos 结构是怎么样 那么还有的话端粒还有端粒美 它干什么 所以你看人体的话 是不是 不是研究那些东西 是对自然的了解 所以中医也好 传统医学也好 现代医学也好 分子生物学 分子药理学 这些我们一定要细心地了解他们 这样我们自己才有办法进步 才有办法进步 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不可能做 阴阳永远不会错了 越复杂的东西 今年是这样 面对可能变掉了 简单的东西 真的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吗 也真的不见得 我们医学 也很多 彼此要尽量沟通 尽量沟通 你的时间就要缩少了 对不对 那个何社长 谢谢 各位老师 各位前辈 谢谢 wait